的话,一样到那个论堂,或者如果你要加入的话,理论上应该会收到那个mail 那mail里面的话,会 就是会有一个清单,反正上课,我只要有上一段 那这个一段大概平均大概 顶多大概十分钟左右吧,上下,所以每一次 大概会有一个中断点,有的时候会讲比较多,再差不多几分钟,刚开始可能讲比较多 然后面的话,大概就控制在十分钟上下,那你们每一次的话回去,等会有些部分呢 没有办法马上听懂,有些部分可能会有出漏,或者说你可能听得还不是那么了解,或者是一些步骤,可能我做太快 那你们回去呢,可以再把那个影片,自己再把它调出来,再看一下 那反复反复,我想基本上应该慢慢就会比较进入状况 那这种程式语言,其实蛮多地方其实雷同,类似的,但即便你现在学Python 你之后再去学其他语言,我想也会有类似的步骤,所以 就是把这些熟悉啦,尤其像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像变数部分,他比较容易出错啦 也许是那个你要不要转型,比如说你放的资料,如果是整数的话,你要跟自串串接 或者说要把它做,把它当自串,你就要再转型,如果你没有转型的话,那一定会出错 或者是那个,你后面加个点formate,他明明前面是F,你就要给辅点 如果你给D的话,你一定要给那个就是整数啦,S的话,你一定就是要 就是要给一个自串,如果你给错的形态,他就出错了 那通常下方会出现那个红色的字,反正你看一下,如果是什么Value L 你就是,或者Type L,那你就知道说,原来这个地方我给错的资料,我再会修改一下,其实就可以过了 其实大家最害怕的,我想相信啦,大部分同学最害怕就是那个底下不断出错 那如果说你尽量避免那些错误的发生,我想你写程式会更愉快一些 也会比较有把握啦,因为有时候考试啊,你如果刚好卡在那个地方,一直过不了,那你就会很头痛 好,所以尽量第一个,你写的时候写错习惯,尽量避免错误啊,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还是要多写啦,啊写错,错也没有关系,反正就改嘛,看他会有信息,你就看嘛,对不对 没有人说从来没有错,就全部都对,都一下写出来 不太可能啦,你问我自己,我现在写是经常错啊 错怎么办,改就好了嘛,对不对 没有人不会犯错的,真的 只是说因为我们上课,演练,不能说一直错一直错,老师你怎么一直错一直错 老师你到底会不会啊,对啊,总要先有一个连续性嘛,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也不会刻意出错给你看 对不对,比如说,老师我 你怎么一直这个地方看,那有的时候是 为了效果啦,不然的话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 为什么那个,好像 你学程式问学,因为老师都对 你就不知道什么地方会出错,错的怎么改 不过我想啊,那个影片里面有一些说明啊,尽量反正你就是多练习 那这种程式语言啊,还有一个特质就一定要动手做,其实你会 学会多半都是你已经花了很多 时间啦,OK,你不断反复练习,这个东西一定要练习 如果你不练习,你用眼睛看啊,这种东西学不好 OK,如果你要 能够把语言这东西学好的话,一定要稍微动手做 另外最好啦,如果你能够通过证教考试的那个历练的话,那我想应该会更 更没有问题,而且相对你会了之后,你会更有信心 那这部分的话,我们上一次上课呢,主要把那个第一类的部分的那个 大概108、110,应该都把它讲完,这应该110,把它改讲完了,然后第2类也把它讲到210 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接着来看那个第3类的部分,那第3类的题目在讲这个之前 可能你们先稍微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回圈的叙述 那我会在这个地方,上个礼拜都有影片在这里 那底下都有连结啦,这一个清单,我们教了什么 另外的话就是一个完整的影音 那这边的话呢,那 这是两天前更新的,观看次数 那另外的话呢,那如果你有些问题啦,那问题如果很明显很明确的,你可以在YouTube底下留言 那你告诉我几分几秒,你那个哪个不懂,也许我如果看很明确可以回答,我就直接回答 那如果说那个问题,你可能太复杂了,你就再找其他方式再询问 OK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接着就来看那个有关那个回圈的叙述部分,那另外呢 不过在讲这个之前,可能稍微了解一下一些观念,我们在讲义里面的77页部分 有提到就是说什么叫负回圈,什么叫坏耳回圈 那其实负回圈跟坏耳回圈,其实简单讲起来 简单讲起来,它的重点就是吧 就是让电脑帮我们怎么样 重复去执行 重复 去执行 OK,那所谓的重复就是说,你要让电脑不断去做啦 那你要下一个命令给他,你要重复做几次 如果说你有一个次数,你也很清楚说那个次数是多少次的话 那记得用负回圈 但如果说,其实我不知道你要做几次 那你要做到什么时候为止的话 就是,为止就是 当某一个条件发生的时候 那你就停下来吧 如果是这种叙述的话,那就换回圈 OK,所以负回圈跟换回圈 基本上,它最大的差异 这边有叙述啊 就是,如果你有一个清单范围 就你跟他讲说,你帮我 这几个范围,比如说1加到100好了 你跟他讲说,1加到100 你帮我加到1,然后呢 帮我得加起来,并且最后帮我输出结果 如果是这样的叙述的话 那你就用负回圈,但是后面你要给他一个清单 那个清单就是要产生什么 其实这个清单应该就是所谓的那个吧 那个串列 那串列里面的话,你就 1,2,3,4,5 一直到,假设1加到100的话 那就到100 你就是要给一个像这样的清单给他 然后呢,他就帮你把 1加起来,2加起来 一直加到100 那我们里加前面有讲过啦 就是 可能加一个sum的那个变数吧 然后sum等于sum自己本身再加上那个 那个里面的值 所以sum等于sum加上那个里面的值 那个里面的值也许是i啦 那你把那个值给全部加融起来 那 再来他第3个特性 其实相对于File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他是一个范围 OK 而且如果你范围跑完之后啦 他就离开回圈 也就 比较不容易出错 但是坏了回圈的话 他有一个 比较困难的地方 就是 你 这就是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 当他那个条件 为True 的时候 他就进到底下做 但是为Force 就是不是的话 那就跳离回圈 那可是问题来了 就是如果说那个Force 一直不出现的话 那就会形成所谓的无穷回圈 他会一直做 他不会跳 也就不断重复了 跳不出来 那这样的话就很麻烦了 OK 那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而且也不会自动加1 他这个 For回圈会自动有个step step就是自动加1 那by回圈不会 那便你要 你要再帮他加一个 加1的叙述 如果你忘了帮他加1的话 他也会无穷回圈 这个 大家了解一下 反正 基本上你要知道 只要知道说 你要重务执行的话 那一定要想到那个用Force 或者快回圈 那基本上 这个也是电脑的优势 为什么 因为人 人脑 你要处理重务的事情 你会觉得很痛苦 叫你一直不乱做 一直做 你会觉得很痛苦 就像那个 工厂里面那个作业员 每天一直做 做同样的事情 把你当机器人一样 你当然会觉得 不是很舒服 但如果说你今天交给电脑的话 反正你跟他讲 跑100万次 或者每天一直跑 或者是说你当什么时间 每天的几点几分也可以 或者当 每隔一个小时 每隔一分钟 去执行一次 其实电脑都会帮你去跑 所以有的时候 像那种 城市交易 像那个 金融业现在蛮流行的 他就是设定好了 反正 时间一到 自动去做什么事情 时间一到去做什么事情 也就是你电脑打开着 你就自己会auto run 你就不用去说 还要 就是反正你schedule排好 他就自动做 那等同就是说 然后就真的有 你把那个 以前要交给助理的 交给秘书的工作 其实就把它写成 类似这种回圈叙述 然后他就自动时间到就帮你跑了 那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大大可以减少 人力的需求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现在办公室里面很多人 要慢慢有危机 所以 很多事情你每天做的事情 其实把城市写完之后 你的工作就不见了 真的 只要是滑鼠键盘能做的 城市都写得出来了 那写出来之后的话 当然还需要你吗 我觉得 可能就会慢慢 有些人的工作慢慢 如果是可以被电脑取代 就像这种流程 可能要小心了 另外最近自动驾驶 一直强调 像公车 货车什么 其实 现在已经发展越越成熟了 好像哪一天 你在那个 台北市可能比较忙 因为 有人有摩托车什么 不过未来如果在一个园区里面 比较封闭的环境里面 不会有这么的条件 你越来越多都是油缘公车 油缘公车里面没有司机的 有没有可能 很有可能 或者像轨道里面 我觉得轨道很实 因为轨道里面也不太会有人跑进去 像捷运本来设计 就是不要用人来驾驶 只是说后来 来了台湾之后 可能大家还是不放心 所以一定要有人在那边 所以慢慢 还是会有个司机员 不过司机员通常 他好像也不是 只是在那边顾着而已 不是负责驾驶 OK 那这边的话 我们请各位稍微了解 待会我们就是 举一个例子 请各位 重复做每一件事 请你把什么 将数字1 所以待会 数字1到 数字99 就整数 使用print就在萤幕上面 然后呢里面的话就帮我print print1到 100 好不好 print1到99好了 假设 那使用4回圈去数要怎么做 那实际上这边只有写的方法 1到99好了 那比如说我先 1到99之间我先不要输1到99 我先输1到9 就好了不要那么野心那么大 那怎么做一般是这样 就是说我第一个 也许我先开一个新的专案 那这个专案部分我们前面有讲过按右键 比如我们在 Test专案里面有一个source 这个source实际上预设的叫package 套件 OK 那这个套件里面呢我要新增module 所以它的结构是专案 套件模组 你有一个模组 那模组名称的话也许是 简单一个名字 当然不能用数字开头 所以 499好了 这样OK 名称不对 应该是写在name里面 这边没有package package因为已经是source 所以我们要把name 写在这里 就会写在package 然后呢我们就把名称 再new 一下 new 一下那个module 然后把名称给它 OK 不能99 是不是已经有了 没有没有 OK 所以它有时候反应慢一点 OK Finish 那这个时候它会问你说有没有template 就是你的样板 里面没有 不需要 因为 里面样板你也可以自己建立 比如说你经常会使用的固定程式 它会自动帮你加进来 比如说每天你一开起来你就希望有那些程式 你可以自己在template自己去加 所谓template就是样式 就像那个Word里面 Essale里面 或者是网页那个dreamweaver里面 其实都有类似这种东西 你把它坑着掉 不需要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是 要把 1 输出到9好了 所以第1个我们打一个for for什么呢 这个地方我要输出 就是 各位可以参考那个 我们的讲义里面 for一个i i这个是一个变数 那变数 它会在 in 那一个范围 空一个 范围的话我刚刚讲给它一个清单 1到 9好了 我们不要那么多 这样加逗点好了 那后面这个东西应该各位不陌生了 前面有 一直有用到 这个要串列 串列的话 后面再一个冒号 表示说我今天呢 它的跑的方式是 1 先抓第1个过来 2 再抓第2个过来 3 再抓第3 第3个过来 然后呢 我们后面的话就是加一个 Enter 它会在这边做print print什么 i帮我print出来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输出 它会先抓第1个print 这个print因为是在回圈里面 所以它 先print1 再print2 再print3所以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呢它就帮我把它执行 OK你没办法讲它就这样print 那因为print后面会多一个换行 所以1到9 但是呢 你会发现呢 这个地方有个麻烦点 如果今天呢大概1到9可以这样输入 可是1到99你怎么 逗点10 逗点11 逗到一堆 所以未来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不要用 你手动加清单的话 其实你要记得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叫range 这个range呢非常非常重要 也就是你要产生 range顾名是什么 范围 那个范围你告诉他 所以你这边你可以把这个delete掉 改成什么 改成range 那range 刮无之后的话 后面其实可以有三个东西 第1个 你要从哪一个数字开始 所以跟他讲1 我要从1开始 斗点 那你要到哪一个数字为止 那特别之后我们为止是9嘛 假设是9的话 可是特别之后它是9加1 OK 所以它是 应该是什么 9的后面那个数字啦 他stop意思说到那个字 到有那个地方停下来 但是并不会被执行 所以 这边的话你可能要输入10 如果你要到1到9的话 你要输入的是 9后面的那个数字啦 OK 这规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他不是说你输入9 他输入10 他就到 他是到前面的那个数字 OK 那第3个逗点 后面其实你 如果是1的话 预设就是1了 如果是你逗点1的话 意思说我中间要 每间隔帮我加1的意思 就是这个叫step啦 所以 他基本上的叙述 在那个我们的 这个讲1里面 start就是从哪个地方开始 stop就是停住的位置 但是不执行 所以通常是这个数字的后面一个数字 那step的话就是间隔 1 如果说你step 变成2的话 他就变13579 2的话 OK 那如果是3的话 就 14 然后147 等等的往后面 所以这边的话 那如果说 你预设是1 你可以不给他 你这边可以不加 假设我今天呢 是1到9的话把它输出 这样的话一样1到9 那如果你加一个step 痘点 你就加2好了 那这边的话把它输出 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13579 OK中间加一个 这个这个 那如果说今天 我希望有这个概念之后 那我不是print 我希望能够加总 怎么样加总呢 也就是说我今天 帮我加到99 那如果用同样的概念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 1加到99 那你可以把这边改成 1 到100 那他其实就100的前面那个数字停下来 然后呢 要把它加总的话 可以多一个上 等于0 初始值就等于0 上这个里面就是帮我加总 我们前面讲过 print先把它print 放在下面 为什么因为 我要先加总之后 再把它print 所以我要加总1到99的话 就是上 这个 这个变数的话呢 等于什么呢 上自己本身 加上i就可以了 上自己本身加i 那他会怎么样 他会把那个 就是 加完的东西丢回去 所以上预设值等于0 那0如果因为当i 从1开始嘛 所以1 存回去 换下一个 2 所以1加2 存回去 变3 然后再3 3加3等于6 存回去 加完之后的话 最后帮我print 那不过特别注意 print你要记得 这边print的话 本来他的说牌是在 在这个里面 这个tab 如果你放里面跟放外面是不一样的 好像 昨天有我们之前有讲到吗 如果你是放里面的话 他会怎么样 边加总 边输出 那如果你放外面是最后 加总完之后 再输出 两个是不同的 所以说牌其实在python里面是程式的一部分 你不能说 说牌不同结果 绝对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正确应该是这样 加总完之后 帮我把它输出 那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 上 预设值等于0 你会发现加总完之后 4950 那没错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做错了 比如说你把print放里面的话 那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加了之后 就输出 加了之后就输出 所以他结果会这样 怎么样呢 我们试一下 有没有发现 他会每做一次 一次有没有 然后就输出一次 每输出一次 就输出一次 所以print放里面 跟放外面 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放里面 里面是缩牌的 如果你放外面是把它用一个back键 这样是放 那放里面是每做一次就输出一次 放外面的话呢 是当你这边全部跑完之后 才会跑这一行 这个概念有的话 以后这样程式就相对比较没问题 因为刚开始还是有同学搞不清楚 放里面跟放外面 的差别 如果你希望能够做出不同效果 你就只要知道说 该放里面就放里面 该放外面就放外面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 要把那个什么 把这个 1加到 99部分 做个练习的话 该怎么做 那另外最后再讲一下 就是说 那个 像这边有没有 Sum等于 Sum加I 其实VBA你可以这样写 但是如果你是写Java 写Java的话 它就是 它这样 它有个简 简略的写法 叫什么 加 等于 I 刚刚的写法跟这个写法结果一模一样 马仔仔细给各位看 只是说 有没有 Sum等于Sum加I 另外一种写法就是Java跟海藏里面都会可以这样写 加等于I 那可是啦 当然我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说你实在是怎么样 你实在是觉得说 老师我实在记不了那么多 没关系啦 你就写这样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它两种方法都可以写 只是说一般习惯性 要是我啦 因为我已经习惯 这样写可能你要多一个Sum 对不对 那如果说呢 你不希望多一个Sum在这边的话 你就写个加等于 所以未来 以后你看到别人写的程式啦 有什么加等于 还有成等于 除等于 减等于 加减程度都可以啦 阿哈希意思就是说什么 Sum等于 Sum加 后面那个数字 其实是相等的 只是说那样的写法会比较精简一点点 但是如果你实在看不习惯 写不习惯 没关系 你写成这样子 也没有人说你错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稍微了解一下那个 用那个后维圈来做一些叙述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一般的话那个4维圈会跟那个Range这个方法搭配 所以你要特别是Range这个方法其实 简单讲起来 他 就是会帮你产生一个 串列的清单 那因为你串列清单假如说你那个数字非常 庞大的话 你不可能说你自己慢慢在那边K啦 所以一般会利用那个Range 他会帮我们自动产生那样的清单 那那个清单的话呢你就可以自动去 把那个结果给跑出来 OK 所以Fall会配有一个Range 那这部分的话呢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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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s 好